哈尔科夫书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坐落于东北部 是历史地区斯沃伯达最大的城市 拥有大约1500万人口 哈尔科夫书乌克兰重要的文化、科学、教育、运输和工业中心 同时它也是科研院校、高等学府、博物馆、剧院和图书馆的中心 它的主要工业是机器制造业和电子产业 在这个城市里有数以百计的工业式企业 AN-225名叫穆利亚 在乌克兰语的意思是梦想 这是地球上最大的飞机 2016年5月AN-225利亚在捷克起飞 穿越半个地球降落在澳大利亚 两万人用掌声迎接了这个庞然大悟的着陆 在乌克兰建成的地球上最大的飞机 打破了航空学上的110项记录 它的设计师奥列格安多诺夫教授 是国立航空航天大学哈尔飞行器设计师的主任 国立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是欧洲最古老的航空航天院校 目前有将近50个国家代表在这里学习 其中包括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因为哈尔与中国有着10年的深厚友谊 上世纪50年代 来自哈尔的专家协助组织并建立了南京 如今国立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是乌克兰唯一所第四最高水平认证的高等学府 它全面培训所有类型的飞行器、航空和火箭发动机、电子设备和机械的设计和制造人员 在哈尔大约有9000名学生在48个专业用英语、乌克兰语、俄语进行学习 在8个系和44个教研室中该展的学生教学 大学周边成功运行着20多所科研院校 哈尔的历史起始于1930年 那时它共有12位教师和69位学生 但是学院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1932年 在哈尔建成了欧洲第一架 世界第二架带可收放几落架的乘客飞机 哈尔一号 基建校以来 大学培训了超过6万5000名专业人员 其中有超过600名工厂的董事 组织的领导、首席工程师、首席设计师和工程师 大约1800名博士和科学候选人 乌克兰航空航艇行业 70%拥有高等教育的人员毕业于哈尔 哈尔毕业生积极投身于空间探索 第一颗卫星 地球上第一名宇航员 航天飞机爆分雪号 国际项目海上发射 2008年4月 17位勘察人员被派往国际空间站 其中有飞行工程师哈尔的毕业生奥列格 他在国际空间站任职半年 两次行走在外太空 大学显著的特点是其富有创造、发明、创新和同事情意的独特氛围 这些年哈尔正是以此闻名于事 工程师的培训与在诸如设计、生产和航空航天设备的技术维护等领域的实践知识和技能密切下关 大学主要的景点之一是其独特的空气动力学实验室 它的装配适应于进行压音速和超声速的飞行实验 用于测试飞机、直升机和火箭的各种部件和组件 哈尔拥有超过100万基金的大型图书馆 此外,学生享有设备齐全的阅览室 其内配备了现代化的电脑设备 大学同样以其宏伟的运动基地著名 这里有体育场、训练场、游泳池和一个大型体育竞技场 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哈尔学生Alexei赢得举重金牌 哈尔拥有丰富的科学和社会生活传统 并且这些传统的主要守护者是学生 在大学生活中最受欢迎的节日是哈尔日 在这个节日,数以千计的学生和不同届的毕业生穿梭在明亮的节日队伍中 在场的还有教师和尊贵的客人们 来自中国、印度、法国、德国、美国和中东国家的学者和教师是哈尔的常客 我叫管兴 我喜欢哈尔因为这里有很多我很棒的老师和同学 我在这里有一份十分特别的经历 我会怀念这里的生活 我叫胡蜜嘉 我喜欢哈尔因为这里的建筑很特别 这里的空气很清新 这里的人们很友好 我叫傅润哲 我喜欢哈尔因为这里的学习氛围更加的自由开放 我可以学到更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喜欢哈尔因为我在这里能够感受到 日在另一个国度的教学方式和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是一份很难得和宝贵的经历 另外在这里我也能够学会自立地去生活 相信对以后的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叫谢神徐 我喜欢哈尔因为哈尔历史悠久 这边的老师都很有经验 并且他们会很耐心地接待学生的问题 我喜欢哈尔因为哈尔 我叫哈尔历史悠久 因为这边风景优美空气新鲜 非常适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